大家好,欢迎收看PJ150频道 今集就是PJ150的频道 介绍2021年6月至12月的新闻报道 名字叫PJ150,6点半新闻报道 首先第一样就是团马线开通 就是代替了西铁线 它就由烏溪沙站去团门站 第二样新闻就是新冠病毒COVID-19 就是2020年2的时候已经有了 就是叫2019新冠病毒 就要戴口罩出门口 第三样就是政府消费券 就分三期拿 一共有5000元 就是18岁以上才有的 就是第四样 就是有这个熊巴man A95 就是巴士来的 就是九巴 现在是一个土瓜环驗车中心 它就是特长版城市 12.8米 第五样就是 新闻都有说的 真正的六点半新闻报道都有说 就是这个 那个地铁 那个广岛线 就 那个门碰到那个广告牌 就脱了出来 它就在铜锣湾 那个地铁站里面 就开到那个广告牌 然后很多人都 搭巴士 新巴组成巴组 一个加强服务 今集的六点半新闻报道来到这里 欢迎下次收看 拜拜